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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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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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雨啊 妈是答应你学查 肯定要答应妈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不准瞒着妈 知道吗 谢谢妈 谢谢妈 妈呀 我就知道你 你给我最好了 好了 我都不哭了 喂 约然 今天晚上能来我的市场发布会吗 今天晚上不发布行 我有事要忙 不是张言的合同签得很顺利吗 这活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你如果不来的话 不太好吧 就是因为合同拿下来了 所以后面还有很多要跟进的 不来就算了 臭疯 我才不稀罕呢 好 约然 这次我一定要和你说清楚 但愿不会让你太伤心 开文 你站着干吗呢 老范 对不起 我少买了一个模特 那进站 喂 我要定一束花 不要黄玫瑰 今天特成功 不过我累死 你知道吧 我都没怎么到前台去看 你看我这手我怎么卸啊 真的太成功了 刚才走秀的时候 就连那个 这苛刻的评论家都目瞪口袋 你到底是在看评论家 还在看你男朋友啊 他刚才下面不是准备送花吗 老板 有人送你花 花 我在崩壳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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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份感情 我读 好吧 快点 快点 嫣然 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了 这份感情 是难能可贵的 抱歉 今天不能来 对不起 好吧 后面的不重要 你们敢开我玩笑 是不是不想干了 给我 我做了一点烟熏的处理 什么烟熏的处理 这最后就是什么 那裙子能不能弄啊 开门 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雪茬了 多亏了有你啊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对了 馨宇 给你修的手机 好 怎么样 我还是很厉害的吧 不过我这个人一向挺谦虚的 才想夸你几句就臭屁起来了 不过呢 你最近确实变化挺大的 不像以前低耳朗当的 现在的你呢 比较会为别人着想 而且还很有责任心 跟你学的 我突然想起来了 好像明天的征选结果就要出来了 是不是我们的课程就要高一段落了 对啊 那我提醒你个事啊 我们之前打的赌你没忘吧 天脚鸭子 天脚鸭子 有吗 我怎么不期待 我们说好的 只要我一天不迟到不倒退 坚持到最后一天 你就天脚小鸭子 小心 你也恶心 这么恶心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答应你 不行 我明天要把脚洗干净好不好 然后你可以放一点 辣椒油 放一点醋 放一点 恶心 走开 什么学乡啊 一股怪味 不好意思 我们会立刻改进的 如果是你 等会儿还有心情 你能站着喝茶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马上处理 不像话吗 不好意思 马上处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你明天请脚鸭的时候 你别发点醋 行 别闹了 你跟我过来 过来 不舔了 反而到处都是少一点 我又不想放 你让我放这东西干吗 你刚刚不是听到了吗 有游客抱怨说 茶园的厕所里面 有股奇怪的味道 你少塞一点 茶叶呢 香味不会过于浓烈 比熏香药好很多 我们多做几个茶包 放在厕所里面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你要放到厕所里面啊 真的假的 怎么了 你男色怎么放了 这不还有你呢吗 我装工女侧 你给我绑起 我绑起 诸位 通过这一轮考试 我认为有三位学员 可以进入到下一位 唐正昊 丁一柔 而表现最突出的应该是 东西 我不同意 什么三杯茶 我在茶庄待了这么些年 尝过了无数的茶 他一杯白开水就想蒙混过关 真是做梦 第一杯是白开水 可巧妙的是 他把三杯茶构成了一个整体 这体现了一个泡茶人的巧思 大家都泡一杯 他后头两杯啊 根本就不能参加打分 就是这种的 还说是有什么创意 简直是不符合规矩 规矩是应该有 但选拔人才 更重要的是误息 难道你心目中的茶艺 就只是一堆规矩吗 你说什么呢 来来来 都不要激动啊 有好好说嘛 就是 你说这两个人都是有身份的人 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呗 你看你看 今天天气啊太热了 改天咱们开会啊 泡菊花茶 大家都消消火气 好不好 要不 大家都回去想想 明天再做决定 怎么样 阿飞大师 那今天就到这儿 我就先告辞了 真的很谢谢你们 厕所啊 已经没有异味了 而且 还有淡淡的茶香 游客们都很喜欢 还有人说要买呢 别客气了 有用就好 行 我先去忙了 这招高啊 废物利用 资源再回收 你这还能带来经济效益 当个主管得了 你别拍我马屁啊 原区里还有好几个厕所呢 我们要多做几个茶香包才行 我怎么办 我给你在茶香包上画画 画商标 要不你再留个联络电话吧 这样赚了大钱 你还能发我红包呢 好好注意啊 当时我们上市 你就是杜总 当时我们有原始股 你百分三十 想得美啊 百分三十 怎么样 杜行雨这个狐狸精 留他在茶庄 就是个祸害 干妈 干妈 一柔啊 干妈 你怎么了 我叫了你几时 你都没听见 是出什么事了吗 还不是因为选拔的事 你说明天就要公布名单了 到现在人员还没敲定 那其他评委呢 难道他们都没有达成共识吗 别往处说啊 现在 评委已经分成两派了 我猜啊 有可能是因为阿费大师 进了茶庄工作 这个赵评委觉得 他第一的权威保不住了呗 所以总找阿费大师的茶 现在两个人的矛盾非常深 你让我支持你 凭什么 就凭我愿意帮你 帮我 帮什么 我知道您跟阿费大师之间有竞争 如果你肯支持我 让我通过最终的选拔 一旦我成为了他的弟子 学会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 那他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到时候要把他踢走 还不简单 我干嘛 陈馆长 和您都是茶庄的老员工了 我们应该相互帮助才是 再说了 以我的实力 要通过选拔 那也是迟早的事 啊 好 我答应你 那好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好 希望你没让我失望啊 那是当然 不过在这之前 您还得再帮我一个忙 什么 我要杜忆宇 永远在茶庄消失 惨了 我昨天梦见我没被选上 没事 梦见与先生相反啊 杜心雨 你跟我出来一下 你找我什么事 一会儿就要公布 选拔结果了 我想以后 应该也没什么机会 再跟你见面了 所以想最后 再跟你说几句话 好 你要说什么 就说说郑浩哥吧 郑浩 他是我的 我希望你滚出茶庄以后 不要再缠着他了 郑浩 一柔 我想有一件事情 你搞错了 郑浩从来都不是 谁的附属品 我们谁都没有资格 说他属于谁 所以你以后 也不要再说这样的话 说这种话是 很没有意思的 你以为你就那么好命吗 那就看一看 到底是我们谁 能走到最后吧 好 下边点一下名 陈巧 到 林桐 到 唐正浩 唐正浩是不是又迟到了 他 郑浩这些日子上课态度特别积极 都没有迟到早退 今天是最后一天 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不用等了 宣布 好 报告 不好意思 大家要迟到了 下回注意啊 等一下 王平委 有什么事情吗 有件事情啊 我必须向大家坦白 否则 我会良心不安 也对不起在座的 用功努力的学员们 碧雷 你到底想说什么 阿飞大师啊 对不起 我之前看见 给学员的评分呢 全都是乱评的 为什么呀 王平委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是因为啊 这么多学员当中 有一位学员 给了我好助 我一时鬼迷心窍 就答应帮他成为 阿飞大师的徒弟 所以啊 每次评分 我都给了他最高分 到底是谁收买的你 是 杜新宇 你说什么呢你 王平委 平常我跟你 根本就没有交集 你别诬陷我 阿飞大师 我从来都没有收买过 任何人 这人我可以作证 杜新宇家君不好 不可能花钱贿赂别人的 新宇啊 你一定要我把 我们之间的事情 说出来吗 是 你是没钱 可是你 故意勾引我 和我想好 你说什么 把你这样说一遍 正好 王平委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你干嘛说好陷害我 新宇 你一个大姑娘家的 何必为了一场考试 把自己弄得这么难堪呢 王平委 对 口说无凭 那你有什么证据 可以证明你们的关系吗 比如说亲密合照之类的 新宇啊 她知道我是有老孩子的人 她怎么可能留下证据呢 不过她之前呀 跟我要了一个领带夹 说是要留个念想 你胡说 杜新宇 那你能不能让我们 来搜你的包 来证明你的清白呢 搜什么包 我看你们谁敢搜 我不忍许 搜就搜 反正我问心无愧 为了怕别人说我动手脚 对不起了 孟云 好好找一找 好的 这确实有一个你在家 上面还刻了个名字 王玉玲 这 这怎么可能 杜新宇 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被诬陷的 那这个领带夹 你要怎么解释啊 就是啊 像他这种人 都可以再参加比赛的话 对于我们这种 真正努力学习的人 太不公平了 不公平 就是 好好好 大家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程館长 你赶快找一下程副总 让他来把这事给解决一下 他 竟然又这样的事 是啊 所以想请你过去一趟 这也太荒唐了 阿飞大师 作为我一个从小 在茶园长大 热爱茶艺的学员 我不能接受 杜新宇在茶园里面 做做这么不堪的事情 我觉得他没有资格 在茶园再待下去 王品文 我不知道这个领带夹 是怎么会跑到我包里去的 但是既然你说 我们俩有不正当的关系 那我想请问你 你记得最近一次 我们是什么时候见的面吗 具体时间我想不起来了 那不是闲店就是大闲店 有什么时候见的 有什么时候见的 别激动 别激动 我 我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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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宇发给我的短信 大师 看 你干吗 你要想毁证据啊 阿飞大师 我这样跟天天哥 心语在一起 他不敢做出这样的事的 郑浩哥 都到什么地步了 你还要护着他吗 对 我就是要护着他 他是我女朋友 阿飞大师 阿飞大师 我从来都没有编写过 那样的短信 我也不知道 那样的门子是怎么会 跑到他手机里去的 可是前天的时候 我妈把我留在家里 周边的邻居 都可以作证的 还有大前天的时候 我一直和郑浩 在茶庄的后山里 我们待了整整一天 还碰到陈馆长 他都可以作证的 新宇 你为了考试 就要磨灭我们之间的 这一切吗 我们要想见个面 有的是避开别人的办法 依我说 像新宇这种的品行啊 如果留下来 那早晚得毁了 咱们茶庄的名声 我看现在 就把它开除出去算了 赵评委 你只不过是我们茶庄 请来的茶艺评委 人事部的事情 好像不在你的 处理范围内吧 何况 一个小小的领带夹 就要定杜馨宇有错 就未免太儿戏了 阿飞大师 你认为呢 我看这样吧 为了大家能够心服口服 也为了对新宇公平 我建议对新宇 进行一次单独的考核 如果他通过了 我们就保留他的选拔权 如果通不过 请他走人 我反对 杜馨宇是人品有问题 就算他通过考试 又怎么能令大家 心服口服呢 这件事情 就用不着你操心了 我阿飞选弟子 最看重的就是人品 可是 这件事情如果不深究的话 其他训言会不会 好的 郑公总 你看 这样做可以吗 杜馨宇 你愿意接受阿飞大师的考验吗 我想向大家证明 我能够继续留在比赛里 不被淘汰 完全是靠我自己的努力 好 阿飞大师 谢谢你没有和其他人一样 直接否定我 而是愿意再给我一次 证明的机会 这是你做的吧 是我做的 你怎么会拿到的 之前啊 我在茶馆门口 看到你做茶香包 能够巧妙地利用茶香 还会默默地助人 确实难得 我之所以给你这次机会 说到底呢 是你自己争取的 那天我只是举手至劳 没想到今天会因此而获益 阿飞大师 你能告诉我 考验的题目是什么吗 我希望程副总 让杜馨宇 离开茶庄 杜馨宇人品有问题 根本就不适合留下来 继续参加征选 我认为 副总支持阿飞的建议 这摆明了 就是冲着王评委来的吗 人家王评委 也是茶庄的老员工啊 您这样决定 让他情何以堪呢 赵评委 做人怎么能有两套标准 如果王评委 真的和杜馨宇有私情 放水 那他就是独职 在公司的角度来想 比杜馨宇严重得多 那里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一直以来 这个茶院的茶 都是靠着 喷洒高剂量的农药 来除害虫的 而且啊 一天要喷洒三次 结果呢 产出的茶叶 都有严重的农药残留问题 那不是变成毒茶了 现在市面上 早就有了绿色的农药 为什么还一定要用 高剂量的农药呢 这个茶院的地理环境特殊 害虫的数量 是一般茶院的五倍以上 所以呢 不用高剂量的农药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 片叶无数 用也错 不用也错 可是茶庄人才济济 难道就没有人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这之前呢 我们先后派了六位专家 结果 都没有解决问题 这件事情 我不打算不了了之 要是让我知道 有人想要影响比赛结果 栽赃也好 嫁祸也好 我一定会追究到底 可是傅哥 好了 够了 这件事情又这么定了 赵评委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去忙吧 阿飞大师 我一直努力的方向是茶道 对于茶叶种植实在是个外行 如果这么多专家都没成功的话 说实话 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们说了这么久 我看茶应该泡好了 我们先喝茶吧 你觉得我泡的茶味道怎么样 大师 这杯绿茶被焖泡的时间太久了 完全失去了原来的爽口和清甜 只剩下又苦又涩的味道 你说的没错 有一种豆茶的方法 就是要把茶焖泡三分钟 这种泡法 要比一般的泡法时间久不多 可是这样的话 茶叶当中的茶碱 就会完全地释放出来 那喝下去的话 就只剩下最苦涩的口感了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居然能从那么多杯茶中 选出最好的一杯 今天有可能是你留在茶庄的最后一天 我想再考好你 能不能通到三杯茶中 再选出最好的一杯 我选择第二杯 我选择第二杯 虽然这三杯 冲泡的时间过长 入口都有酸涩的味道 可是第二杯不像其他两杯 还带有焦苦味 尽心细品之后 好像还有一次回甘 所以我认为这一杯茶是最好的 你说得没错 绝茶的道路上 难免会受到各种考验 甚至是不公平的待遇 像这种豆茶 把茶放在最不恰当的冲泡环境下 如果只是普通的茶叶 那么剩下的只能是苦涩味 但珍重的好茶 瑕不掩地 我明白了 如果想要做一杯好茶 就要经得住任何考验 言归正传 考验期是一个月 如果到时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你就直接被淘汰 如果一向留在茶庄 而且又不想接受考验的话 那么我可以安排你做茶院的导卵 只是从今天以后 你就不用跟我学茶了 既然要做好茶 我就不会做逃兵 一切听从阿飞大师的安排 那大师 我先回去准备了 谢谢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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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 那我还回来 不许致自己的事 大师 你怎么了 那我就告诉你怎么了 当众翻新宇的包 故意羞辱他 所有大家把他赶出 查庄是不是你干的 我没有 我那是旧事论事 杜新宇有错在先 他自己都不知廉耻了 还怕别人说吗 还说没有 杜新宇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我告诉你 再这么对他 你小心我跟你绝交 你要跟我绝交 真好哥你从来都没有 跟我发过这么大的火 你坦过杜新宇就算了 你还撒谎 你撒谎你自己是他男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我告诉你 就算现在我不是杜新宇的男朋友 将来一定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喜欢杜新宇 我喜欢他 听明白了吗 真好哥 行了 我去找杜新宇 真好哥 我去找杜新宇 我去找杜新宇 学长 见完阿飞大师了 对了 谢谢你刚才帮我说话 还多帮我争取了一个机会 你又來了 我們之間不需要這麼客氣 我也知道 但是除了說謝爺之外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向你 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以後多發短信給我 多打電話給我就好了 對了我之前看你手機壞了 買了個新的給你 不用了不用了 這手機太貴重了 更何況我的手機已經修好了 靜雨你就放心地收下吧 不用不好意思 就找理由拒絕我 沒有真的 正好幫我修好的 現在完全可以正常地使用了 我撥一個號給你 靜雨 我看這個手機已經很舊了 而且我都已經買了新的 你就收下吧 這個新的功能很多的 很方便的 真的很感激你的好意 但是你幫我的已經太多了 說什麼我都不能收這個 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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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帶她去哪裡 你要帶新宇去哪裡 關你什麼事啊 新宇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告訴你 你不過就是她八百年級 一個破學長 管那麼多幹嘛呀 這也不關你的事吧 靜雨 你要跟她走嗎 我想正好找我 應該有什麼事兒想說 我還是先跟她走好了 聽到了嗎 成婦送 把手送給我 好 好了 都到這兒了 你可以放開我了吧 血都被你拽疼了 真搞不懂 幹嗎每次見到學長 都像吃了火藥一樣 有沒有抓傷你啊 沒事了 幹嗎帶我來這兒 這兒 因為這是我們的秘密花園 這不就是茶莊的倉庫嗎 什麼秘密花園啊 什麼秘密花園 你不記得了啊 這裡是我為你重新布置的 也是我為你第一次表白的地方 這裡對我意義重大 而且很少人知道這個地方 所以我把它匿名成我們的秘密花園 哦 所以 你特意把我帶到這個秘密花園 不會就是為了告訴我這個秘密吧 當然不是 我本來是想在我們的秘密花園裡 慶祝你今天入選決賽的 你怎麼這麼肯定 我一定可以入選決賽 我當然可以肯定了 你看 別的女孩子她化妝逛街的時候 你在刻苦學查 在我的心裏沒有任何人可以比得上你 那個姓忙的老頭要是不選你 絕對瞎了眼 感動可以歸感動啊 但是不能喜劲而去 我對女孩演來的最沒有抵抗力了 你才哭呢 誰哭啊 我就是覺得 有點不甘心 不甘心 不甘心 是因為盲評委的事嗎 平白無故地被人污衊青白 更是沒有辦法順利進入決賽 總是覺得很煩 亂糟糟的感覺 是 你也別氣餒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而且阿菲大師不是說了嗎 只要你通過了考驗 還是可以回來來的 這我知道 可是這是我最後的機會了 如果這次失敗了 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一想到這些問題我就頭疼 真的很擔心 怎麼會沒有機會呢 而且你現在不是一個人 你有我 我陪著你 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我都會在你身邊 只要你願意做的事情 我一定會把你解決的 這我知道 可是阿菲大師也說了 我不能和其他人聯繫 這一次比賽 為了公平起見 不讓我跟其他人聯繫 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自己 就連我明天要去哪座茶園 到現在我都不知道 道高一齒 魔高一丈 不過沒關係 明天早上八點鐘 我去你家門口等著你 偷偷地跟在你們後面 就知道你在哪家茶園學習了 你怎麼知道我跟阿菲大師 約在明天八點啊 你偷聽我們說話 我怎麼能偷聽呢 就 就是你跟阿菲大師在屋裡對話 門又沒關 我恰好路過 想不聽的都難 好 一定要把我心也畫 好 良心啊 在這裏 我愛你 不要不說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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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量就是前行 见到你的那一天 春风吻上了我的脸庞 在每一个清晨醒来 你是我的第一缕光线 从春天走到秋天 一天一天加深的思念 从现实走到梦境 解不开对你的爱恋 走过每一条街每一座城市 悄悄期待着你的身影 每一分每一秒 我的心跳 你能否感应 只想每天每天和你在一起 一起编织那最美的光影 我停下追逐的脚步 不因为有亲爱的你 因为有亲爱的你 爱上浮沉的光影 爱是灵魂里的香气 想把你问 我的心就会安定 让力量继续前行